这小孩有点变态 从小喜欢鸡 他在菜市场捡了个鸡头 高兴坏了 回家之后偷偷装到瓶子里 又是一个新玩具 看不看见 这些都是他的宝贝 但今天他高兴过头忘了关门 结果被他爸看见了 给他一顿打 这一打就打了很多年 小孩实在受不了了 他看见一根绳子 晚上趁他爸喝多了一勒 终于报仇了 这部电影叫法医追凶 最近真的太太太火了 后台留言全在说这个 快看我都被逼成什么样了 咱们接着说 有个小女孩刚上完误导课 他看见地上有个羽毛 想捡 但羽毛一直飘 他就跟着一直跑 然后同学就找不到他了 家长发现女儿失踪后赶紧报警 不过还是晚了 警方找到的时候 女儿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 躺在垃圾堆旁边 这已经不是当地的第一起谋杀了 上个月刚刚发生一件类似的案子 都是这个女警负责 她叫小美 小美大胆猜测 这可能是一起连环谋杀 于是就跟局长要人 我觉得这个案子咱们得重视起来 感觉凶手很危险 你给我加个法医吧 现在我这人实在不够 但最近局里案子很多 法医都派出去了 就说一个人爱用不用 这人叫小帅 小美听见这个名字瞬间眉头一紧 啊是这样 严格来讲小美是小帅的嫂子 但为什么会眉头一紧呢 因为小美现在离婚了 几年前 小美带着两个女儿逛公园 不小心把大女儿给堪丢了 她心情不好 情绪失控开始不讲理 斗打一耙反而埋怨老公不配孩子 然后她就离婚了 所以刚才她听说 要跟前夫的弟弟一起工作 当然就很尴尬了 不过尴尬归尴尬 人家小帅的业务能力 绝对没的说 她拿到小女孩的衣服 就开始化验 一共发现了四条线索 又结合五岛班附近的地理环境 她马上测写出案发的全过程 首先啊 小女孩衣服上有个十字镶印记 跟这个铁栅栏的形状很像 这是第一现场 她身上粘了一些白色粉末 化验结果为失眠 也就是这棵树 这是第二现场 至于她胳膊上粘得太险 没什么好说的 就是这面墙 所以这是第三现场 还有最后一点啊 她裙子上都是泥点 很明显就是这儿了 这儿咱们得重点关注一下 看着应该不到一米二 再问个问题啊 尸体是在垃圾堆旁边发现的 你们说这凶手 既然都已经走到垃圾场了 那为啥不把尸体扔进去呢 我猜可能因为墙太高 她够不着 哎 你们有没有想过 这凶手可能是小孩 不得不说她的分析很到位啊 但小美上来就瞪了她一眼 哎不是我问你了嘛 一句话就给她怼懵了 刚才咱们说了嘛 小美是她前嫂子 俩人现在关系也不太好 所以不管她说对说错 怼就完了 小帅只好乖乖闭嘴了 她毕竟只是个法医 权力有限 不过这小美啊 虽然嘴上不饶人 工作起来还是很认真的 这件案子让她想起了十几年前 当时她刚当警察 职协办 记得那件案子也是联合谋杀 当时叫她办案的是老警长 就是这位 小美把她请回来了 让给讲讲经验 老警长就很尴尬 心想我这都退休了 怎么还接落地儿呢 是这样 那个案子他们抓错人了 当时他们在校车上 发现了一个被迷晕的小女孩 然后就把司机给抓了 判了个无期 要我说呀 当时那个凶手有人傻 都有人给你背黑锅了 非得作祀 隔了一段时间又杀了一个人 然后警察就知道抓错人了 跟那司机一顿道歉 不过这种事啊 道歉也没有用 坐牢对司机的影响太大了 他从此有了人生污点 出狱之后再也没有公司想要他了 还好老警长有点良心 后来接盘顾他当了司机 就是这位 都是可怜人啊 当年那桩旧案虽然没破 但他们保留了重要线索 警方有那个老凶手的DNA 不过这事啊 已经过了太多年了 刚才不是分析了吗 现在这凶手是小孩 当年他还没出生呢 所以两件案子应该关系不大 他们聊到一半 收到一个好消息 警方找到了一个目击证人 案发当晚 他刚好路过垃圾场 并且看到了那个凶手的脸 果然 他是个小男生 大概长这样 我的天 原来是他 这个心理医生是警方御用 他对男生很熟 当年他俩第一次见面 医生就觉得这个小男生有点不正常 然后就把他领到家一直开导 但这个小男生啊 还是猫一条狗一条的 时好时坏 直到后来有一天 小男孩不知道发什么神经 砍了一声一刀 然后就跑了 再也找不着人 没想到今天他又回来了 小男孩出现在医院 他盯上了下一个目标 这个小女孩 还在傻呵呵的吃巧克力呢 根本没有意识到 危险正在慢慢逼近 当他爸妈从诊厅出来的时候 女孩已经被扛到小树林了 他马上要死了 巧克力包装袋 静静地躺在垃圾桶 这是现场的唯一物证了 不过这对小帅来讲 已经足够了 他开始化验 结果出乎意料啊 包装袋上竟然有三种DNA 遇害小女孩 凶手男生 还有另外一个未知的人 这总不能是小麦店阿姨吧 要真这么演的话 可就变成喜剧了 应该是第三个凶手 但小帅毫无头绪 与此同时 小树林中 第三个凶手出现了 这人就厉害了 她是女警小美的女儿 究竟怎么回事呢 下雨了 小女孩在阳台玩 她面前是一个花架 上面挂着一个玩具 她想拿下来 但够不着 于是就往前走 一步 两步 另一个小孩 正在背后诡异地看着她 现在她过来了 还好小美过来把她叫住了 小镇最近发生了一起连环谋杀 作案手法跟十几年前的陈年旧案很像 那个悬案至今还没破 不过警方保留了当年老凶手的DNA 法医小帅跟包装袋一对比 发现DNA竟然一致 真相大白 原来真的是那个连环杀案犯重出江湖 只不过今天多了个小男生 小帅想笑 这种事还有带土地的 还真是第一次见 这人到底是谁呢 没别的办法了 只能硬找 既然这个包装袋是在医院发现的 那就把当天去过医院的所有人都找出来 DNA挨个对比一遍 他们花了好几天 终于对完了 但不知道什么原因 所有人的基因都对不上 这还出轨了 包装袋上的第三个基因没法解释啊 就在大家纠结的时候 电视上播报了一则新闻 凶手之一的那个小男生被抓了 审讯是 小美问他为什么杀人 小男生竟然整一个是撒旦上的杀子 妈的看来这人是个中二啊 小美一连黑线 但小帅却认为这个说法很可疑 他注意到刚才审讯的时候 男生的脸一直臭臭 好有病 又连想到他耳朵不太好视 一直带一个注定器 小帅怀疑有人在干扰信号 通过注定器伪装成撒旦 给男生下指令 所以现在答案很明显了 伪装者就是当年那个老凶手 而男生就是他后来收的小弟 不过咱们站在上帝视角啊 不难发现现在还有两个疑点 大家先记着点 一会儿会解释 第一个 刚才在医院检查DNA对不上 第二个 目前来看 女警小美的女儿也是坏的 我先提个醒啊 小美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被拐跑了 感觉我已经快把答案说出来了 咱们接着讲 小帅分析出老凶手 在背后控制小男生以后 准备马上回警局 反正现在没什么其他线索 那要先守住呆兔呗 老凶手早晚得来 结果现在反过来已经晚了 小男生在监狱自杀了 于是女警就赶紧掉监控 想看看当晚警局附近 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还真有 女警在监控中看到一辆车 蓝色的 但车牌看不太清 他赶紧给小帅打了个电话 小帅刚吃完碗 翻成六弯呢 他抬头一看 什么鬼 他家门口刚好停这辆蓝色的车 这什么情况啊 小帅都好奇了 挂了电话就跑过去看 结果旁边突然闪出一个人影 一门棍把他敲晕了 镜头一转 没想到竟然是当年那个冤案的受害人 被冤枉的校舍司机 这是怎么回事呢 刚才不是都已经洗白了吗 小帅被绑到树林 司机开口解释 原来是这样 十几年前 那个联合梦杀案 他被冤枉了 人生也被毁了 所以特别生气 出狱之后就开始报复警察 当年处理这个案子的有两个人 老警长和小美 老警长都这么大岁数里没啥意思 他肯定是挑年轻漂亮的报复啊 司机很变态 想了个好如意 他先是设计把小美大女儿拐走 再把他培养成商业犯 以后他俩见面反目成仇 那画面真是想想就兴奋 司机越说越爽 他完全忘了那个定律 反派死于话多呀 小帅上来就是一个大飞脚 然后两下就是绳子磨断了 他又补了一几剪刀脚 司机一看这正面肯定是打不过了 于是他就开始喷 起码嘴上得霜够了 但刚喷到一半 他背后有个人放冷枪 又给打死了 司机是真惨 不过现在不是同情的时候 小帅捡起司机的手机就开始追 那人肯定是摸黑手 也就是当年那个老凶手 他怕司机被抓供出身份 所以才过来杀人灭口 小帅跑得飞起 但还是追不上 人家开车呢 突然他看到路边有一辆小黄车 于是果断扫码上车 直万万没想到 这小黄车是个陷阱 凶手就在前面那辆车里 他各种超小道一路狂奔 但还是追不上 突然他看到路边有一辆小黄车 高兴坏了 扫码就上 然后继续追 但追了没一会儿啊 小帅又发现眼前有一辆警车 警察打开后备箱一看 里面藏着一个小孩 完蛋 被坑了 小黄车是个陷阱 现在被抓根本没有时间解释 小帅开车就跑 避过风头之后 小帅又单独找到女警小美 给他看了一段视频 对方瞬间就愣住了 多年前那个被拐卖的女儿 竟然出现在视频里 小美现在什么都顾不上了 果断跟前夫杀回树林找女儿 而小帅子找到心理医生 他说有事儿 医生上车了 小帅把门一锁 露出了吃汗的表情 那是不可能的 他对医生说 你就是凶手 是这样 前段时间警方在水库附近 找到了五具尸体 其中一个是大人 已经埋了很多年了 法医小帅经过化验之后 发现这具尸体上 粘了一些奇怪的土 而这种土正是医生老家特产 原来他就是影片 一开始那个变态小男孩 真相是这样 医生小时候经常被父亲家暴 长大后实在受不了 就把他爸勒死 然后埋后院了 但后来老家那边地赶上拆迁 他怕施工队跑地的时候发现 于是趁天黑 又偷偷把尸体转移了 转移的位置 就是警方前段时间发现那个水库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啊 医生从小被家暴 心里不是很健康 但幸运的是 后来找了个好老婆 才慢慢从阴影中走出来 可惜好久不长啊 老婆难产 生完孩子就死了 医生就开始抑郁 结果因此得赖症 这就有点崩溃了 这是造什么孽了 这些事就算正常人贪上 也不一定能受了 你别说医生本来就有藤田阴影 然后他就黑化了 决定报复社会 所以就引发了多年前的连环谋杀 不过变态归变态 他对儿子呢是没得说 这些事都是他背着儿子做的 儿子是他生命的全部了 但这一切都被女警小美破坏了 有一天 他送儿子上学 正好赶上小美在半路知情 这不是刚当警察嘛 他工作特别认真 来一个车他又查一个车 也不嫌费事 偏偏那天医生车里有个小孩 他害怕了 情急之下随便找了一辆校车 就被小儿放里了 这也就有了后来被冤枉的那个司机 第二天 儿子看到新闻 又联想到昨天父亲的手忙脚乱 他一下就猜出心理医生 爸爸可能是个心理变态 于是他偷偷撬开后院门锁 想知道老爸这么多年 一直不让他进去那个地方藏了什么 结果推门一看 触目惊心啊 里面就像人间地狱 这个时候医生老爸站在接电话 所以才没有第一时间发现 是这样 刚才医院来了个电话 说他那癌症啊还有希望 因为最近不是有一下新技术吗 医治骨髓 医院建议他尝试一下 有机会治好 医生很高兴啊 就没注意儿子跑出去了 当他追到后院的时候已经晚了 儿子看到老爸的变态行为之后 就摔下去了 你说这扯不扯呢 儿子的死亡 泯灭了医生最后一点良知 他想了一个大计划 报复女警小美 医生先是策划了公园鬼脉 绑架了大女儿 然后发现了心理变态小男生 他们两个人关在一起培养成杀手 并开创向的想出 用注定器伪装撒旦的计划 最后 他知道当年那个被冤枉的校车司机 心里也有恨 于是便拉上这人合伙弄小美 再后来的事咱们都知道了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当初在医院DNA对不上 很简单 医生之前不是得癌症患过骨髓吗 所以血液中的DNA跟骨髓一致 变成后来一直的了 但身体的有一些位置跟骨髓没关 你比如说头发啊 皮肤啊 脚子盖啊什么的 所以现在只要去化验 那就是铁证如山了 听他这么说 医生当时就害怕了 他撸起袖子准备砍了小帅 但人家小帅有主角光环啊 是你能杀的吗 两人打了半天 搬车了 医生没剑腿 那也被甩到窗外 最后一命呜呼了 恶有恶报啊 基本就是这样 哎你觉不觉得还有点问题 你看啊 小帅既然已经分析出医生是凶手 那他为什么不报警呢 跑过去找医生对质 万一又让医环医 那不亏大了吗 警察也觉得这事很不合理 所以就在问小帅 但小帅给的理由很简单 因为他上车之后 才意识到医生是凶手的 爱信不信吗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也许小帅早就知道了 不信 你仔细看 看到了吧 是他亲手解了医生的安全带 是他亲手处决了这个人渣 至此电影结束 最后这个骚操作 肯定还有不少人很迷啊 小帅为什么要杀医生呢 他只是为了解气过瘾吗 应该不是 我认为他是不想把医生交给警察 虽然交给警察呀 也能定罪 但是 这就会把被拐卖的大女儿搭进去 之前不是说了吗 这些人都想报复小妹 把大女儿培养成杀手 所以这些年啊 大女儿肯定被逼着做过一些脏事 这些事如果让警方知道就会很复杂 你就说用不用判大女儿吧 没法说 与其这样 那还不如就让医生背锅闭嘴 也没这事了 你警方也不用为难 对大家都好 小帅这是在用自己的方式 坚守真正的正义啊 我感觉这不是黑话 这部电影叫法医追凶 故事中的亲家网特别特别复杂 他是我前夫 你是我小舅子 他是年二叔的 很容易就把人绕晕了 要是实在记不住的话 我建议你干脆就别理这些关系了 保证一边懂 这电影挺推荐大家看影片的 还是挺有意思的 有一些不影响主线的故事情节 我没讲啊 比如关于一些小案件的分析啊 你再比如他们利用化学手段处理问题啊 讲多了容易蒙 我都给省略了 其实这些内容也很精彩 都是主案件的支撑 值得好好看一下 当然了 前提得着你有空 要是实在没空也不用勉强 多来看看我就行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 如果你喜欢悬疑 记得点赞关注一下 我是布依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